这里首都圣地牙哥因为地铁车资起驾 爆发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大规模示威 首都等城市进入紧急状态 即使后来政府宣布暂缓涨价 也无法平息 众怒 至今酿成了11人死亡 近1500人被扣留 21号再有数千人抗议物价高涨 迫使总统皮内拉再次宣布宵禁 从上星期开始 南美洲国家致力爆发一连串的示威抗议 即使政府宣布宵禁和为期15天的紧急状态 抗议活动依旧不减 当地时间21号 数千名示威者聚集在中央广场 抗议消费物价水平高居不下 要求总统皮内拉下台 斯文贵亚 大批軍人和警察在場戒備 之後出動催淚彈和水炮驅散人群 期間有一批示威者前往總統府 府外有裝甲車在駐守 當局指出 事發至今發生了100多宗暴力事件 239人受傷 11人死亡 其中8人被燒死 超過1400人被拘留 首都多個地鐵站被焚燒和破壞 只剩下一條路線能夠運作 眼見情況不見好轉 總統宣布 聖地亞哥等城市再次宵禁 這是18日爆發示威以來 連續三天實施宵禁 當局也部署了超過1萬名 軍人和警察上街巡邏 智利市最富有 也是貧富不均最嚴重的拉丁美洲國家之一 當地政府在本月初宣布 首都的地鐵車資起駕30比索 引發了示威活動 即使地鐵已經暫緩起駕 也無法平息眾怒 總統形容 國家處於戰爭之中 NTV7綜合報導 1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